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南乡小龙馒头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视频开始了 拥有能品尝的上海方言之称的 大概在户上美食界指此一种 而最近 就得争相排队买亲团 小龙馒头表示不服 没错 最近老上海人钟爱的南乡馒头店 把春天包进了小龙馒头 春天的味道不仅清香 高级感 多层次 南乡馒头店的大厨告诉周道君 选择真的很多很多春笋 鸡头米 香春 马兰头 春酒 石令军姑想要吃到那股春意 这还不简单 这些都被做进了今年的新菜中 香干马兰头 新鲜鸡头米和虾仁 油闷虾子春笋 瑶柱浓汤 微春笋 葱油残豆瓣 酱春酒炒竹 尺油生炒菌 周道君清策 真的充分把香春 竹称 并且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完美搭配 当然 也不可能少了满满春意的小龙馒头 这次是把春笋包进小龙 作为户上精致早餐的代表 军姑 与黑松露共同入线 春笋和大头菜的脆爽 军姑带来的风雨多汁 已经足够清新美味了 再加上黑松露富裕的香气 为春天的味道添一层高级的享受 去年月份南乡馒头店全新改装之后 光看看新品小龙的制作过程 也能引起极大的舒适了 在酒区桥畔坐上半天 尝尝最青春的小龙馒头 品品茶 这种日子没几个人不羡慕 最后 因为要保证新菜是绝对的春天味道 鸡头米 马兰头 春笋这些时书涨得不好了 新菜也就不做了 因此 想要尝鲜得把握时机 到月份就吃不到了 讲真的 再喝一口百年胡心亭的茶水 也没花多少钱 却由衷觉得这个春天真好吃 点一壶茶 其实早已改变 因此 南乡馒头店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就吃什么样的味道 目前 南乡馒头店的小龙馒头口味共有种 都是结合时令和顾客的反馈 经过了末尾淘汰制保留下来的 曾经一度风靡的咖喱小龙 东应公小龙 其实也不是原来的味道 由玉敏说 鲜肉小龙虽然经典 但不是一成不变 大家的口味偏好什么 小龙馒头就做成什么样的味道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 鲜肉小龙哪里只是吃的 它更是一种回忆 信念 人情味 甚至一种香愁啊 可是 当你今天再去吃小龙馒头的时候 尝出了一如既往好吃的感觉 你以为这还是当年的味道 而事实上 大家的口味早就有了改变 如果还是像当年一样去做小龙馒头 早就没有人喜欢吃了 依然能吊住那么多食客胃口的原因 这种改变也是形势所迫 年 也是由玉敏刚进南乡馒头店的那年 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 有肉吃就很不错了 好好品尝刚出炉的小龙馒头 于是年 经营者对店面重新装修 二楼开始有了坐下来慢悠悠吃饭 尝小龙 品茶的小包间 南乡馒头店就照受访者公图后来 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汤汁的更多 终于满足了这要求的时候 却发现 大家的要求又变了小龙馒头的清爽 健康 成为顾客提出的又一挑战 因此足够细心的时刻或许会发现 吃完之后 嘴唇上再没有以前油腻腻的感觉了 他们会觉得小龙当中的汤汁很鲜美 很干净 由玉敏说 百年传统美食 传承也要数字化没错 任何佐料 最为纯正的肉的鲜美味道 因此对于肉质的监控 成为每天的一项重要任务 每天凌晨 点 就有师傅接收当天新鲜屠宰的猪肉 并且对猪肉的温度 品箱等监测和记录 严格限定出龙率 由玉敏正制作小龙馒头 因此 徒弟观摩操作 自己领悟 这样的传承方式 每个人负责的流程清晰可见 哪只小龙出了问题 立马就能找到该为他负责的人 手艺好的师傅才能玩出更多者 由师傅包小龙 周到军能看一天 一只小龙 南乡馒头店可以说是郁满中国 在海外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甚至成为海派文化的代表之一 正是舌尖上的海派文化 不得不说 千万别小看一只小小的小龙馒头 单其献中可就有着大世界 从最初落户城隍庙的时候 南乡馒头店做游人 香客的生意 用列竹篓 荷叶等包装小龙馒头 南乡馒头店便把馒头做小 放在竹笼阁里蒸 送到茶馆作为点心 慢慢成了今天小龙馒头的模样 南乡馒头店就照南乡馒头店可以说 一直根据来往顾客的不同需要 不断地改变自己 随着上海这座城市的不断发展 玉儿今也不仅仅是老城乡 更多的成为旅游景点 往来的游人变得越来越多样 日本来的游客较多 他们爱吃松茸 于是出现了松茸小龙后来 四川 重庆 贵州的游客颇多 他们偏爱麻辣 他们不能吃太多肉类食品 制图蔡松林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 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对南乡小龙馒头 有了解了吗